第六章 物質內的電廠 Electric field in matter 首先我們看polarization 我們通常所看到的物質 我們可以歸類於導體跟絕緣體兩大類 絕緣體我們又稱它叫做界電子 代Electrics 我們知道物質的原子結構 物質每一個組成的分子都有一個或者兩個 這個應該是它的原子 外面圍繞原子核的電子 它會有一個或者兩個 原子的話大概 它最外層有所謂的下電子 如果它是導體物質的話 它最外層的電子跟原子核之間的引力非常小 小到就是你的電廠有一點點電廠作用 這個電廠 施於這個電子的力就可以把這個電子 從它原來的原子挪開 這就是導體 所以導體總之有每一個原子都有一個到兩個的電子 會隨著外接的電廠的作用而移動 整個移動可以移動離開它的原來的原子 但是接電子呢 卻不一樣 它構造來看都差不多 你從外面看起來都差不多 不過它外面這個電子 雖然受原子核的力量 會比較小 會比內層的小 但是它可以承受相當大的電廠 而不會離開原來的電子 了不起就是怎麼樣呢 讓整個分子轉動一下 或者是正電荷跟副電荷稍微拉開一點 正電荷跟副電荷中心的距離稍微拉開一點 就是做少許的運動 這就是戒電子 就是說戒電子它這個跟導體不一樣 就是它外面的最外層的電子 可以承受相當大的電廠 如果你電廠太大的話 這個電子還是會被打掉的 在電廠中 在電廠中這些電子受電廠的作用 它運動的方式不外乎是什麼 Stretching 就是正電荷跟副電荷的中心被拉開 拉開一點點 或者是rotating兩種 rotating就是說它原來正電荷和副電荷 中心就不在一起 本來它就是一個偶極矩 不過在電廠裡面它受電廠的力矩 它會順著電廠轉動一下 所以它就有生長跟轉動這兩種狀況 現在我們看一個原子或者分子 它當中有原子核就是原子來看 有個原子核 原子核就是一個很小的一個區域裡頭 它有一堆的質子 質子帶的正電荷總電量是正Q 那麼這個質子的外圍就分佈了一些電子 這個電子的總電量跟正Q是一樣 但是它符號是負的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種球狀的一種對稱分佈 電子雲也是球狀的分佈 那原子核也是球狀的分佈 它沒有外加電廠的時候 原子核的正電荷中心在這裡 電子雲的中心也在這裡 所以你在外界不覺得它帶有電荷 因為它兩個中心都重疊在一起了 可是你加上一個外加電廠的時候 我們就假設它的正電荷被推開了一點點 從中心推開了一點低遠 它會爬到這裡來 爬到這裡來 爬到這裡來 於是呢 這個就變成一個什麼 電偶機 像這種 原來不是電偶機的 在外加電廠的作用之下 它變成一個電偶機 這就是被外加電廠感應出來的電偶機 這叫induced electric dipole 這種作用我們稱它叫做即化作用 這個電偶機叫做感應電偶機 它產生了電偶機矩 Q乘上D向量 這個是感應的電偶機矩 我們發現這個電偶機矩 它當然是等於這個東西 可是它跟電廠是成正比 這裡有一個比例常數 α 但α就稱為這個原子的即化率 叫atomic polarizability 底下我們會列出這個 就是我們講義上有這個 α的各種的值 然後這個電偶機 這個上面的單位就是用α 被4πy0來除 它單位是等於這個 10-34m3 好這個是我們表我們就不列了 講義上面都有它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個密題好了 我們看原子的最原子模型 是一個帶電荷的點狀原子核 周圍是半徑A的球狀均勻分布的電荷 這種原子的原子激化率 這就是我們一般的點心的電荷 這個是一個可以說是點電荷 這就是原子核帶的正點 這就是電子雲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均勻分布的一個 半徑A的一個球狀 當作是這個樣子 其實它不會是均勻的了 好那麼在外加電廠作用下 正電荷被推到這裡來了 推到這裡來了 我們現在要求這種原子的 原子激化率是多少 我們說P等於AlphaE 好那現在我們就看 從高斯定律我們先求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什麼 我們正電荷被推到這裡來 它就在副電荷的場區裡面 如果這裡是副電荷分布 那這一點的電廠根據高斯定律 它就是可以把這點以內的 所有的電荷當作集中在原點 當作是QPROM 一個點電荷來看 它的電廠是這個 距離是低平方 好那這個就等於 這QPROM是什麼呢? QPROM就是等於 負Q 被3分之4pi A三次方來除 就是體積來除 就是電荷密度了 電荷密度再呈上這個體積 3分之4pi D三次方 那它就可以 那它就可以 這化解 可以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 x-univectal乘上d 就變成d-vectal 變成d-vectal 這個體積來除了 對於其他的體積 那外面的電廠 我可見到外面的電廠 和外面的電廠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时候就平衡了 所以External Field 就是这个Field的负值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 它的负值就是正的了 所以P 偶其举就等于 4πY0A3次方乘External 它是跟External Field成正比 那这个就是它的比例长数 这个就是原子的激化率 所以这个原子的激化率 就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是我们计算原子的激化率了 一个原子排列完全不对称的 它是一个完全不退称的分子 那么电场跟 跟这个Diple Moment之间的关系 没有像前面用的那么简单 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式子来表示 那么这个里头 AlphaXX AlphaXY等等 它是构成分子激化率的张量 分子激化率的张量 这个一共有九项 但是如果我们 在实际上选择了这个坐标轴的 这跟坐标轴的方向有关 你选择什么坐标 我们常常可以选取坐标轴 使张量中对角线以外之各项为零 就是刚刚那九项 对角线的三项存在 其他的通通不存在 就这三量存在 那就比较简单了 有一些分子 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分子 它原来是中性的 中性的就是说 它的电子云 也是球状对称的 它的分布是球状对称 所以电子云的中心 跟这个原子核重叠 所以正电荷跟负电荷重叠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在外界就不会撤出有电场存在 不会有电场存在 但是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外界电场里面 那外界电场会把这两个中心 负电的中心跟正电的中心 就是原子核 把它拉开一个距离 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偶极矩 那我们称为这个分子 被外界电场感应出一个偶极矩 那么像这种分子 原来不具有偶极矩的 原来不具有这个 就是没有外界电场的时候 它不具有偶极矩的 我们称这种分子 叫做非极性分子 Unpolarized Molecules 然后有些分子 本身的电荷分布 本身的电荷已经是偶极了 就是说它不像前面那个 负电电子云的是对称 球状对称分布 它不是 它的分布就已经是一种电偶极 像二氧化碳 它不是像水分子 水分子 这是氧原子 这两个是氢原子 两个氢原子在这个地方 那它的正电 正电的中心 跟负电的中心不在一起 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个偶极矩 那这种分子呢 我们称它叫做极性分子 原来就有这个正极负极 这叫极性分子 好 这是水分子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 如果我们将一个极性分子 放在均匀的电厂中 就是说这是一个极性的电偶极 我们假定这个原子 它就是一个电偶极 它的偶极矩就是Q 乘上第一向量 那我们现在把它摆在外加电厂里面 于是正电荷就受这样的一个力 这个力跟电厂同方向 那负电荷就受这样的一个力 跟电厂方向相反 所以正负两个点电荷 它分别就受F positive force 跟F negative force 那么它的合力呢 这个分子所受的合力 就是这两个力的向量合了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加起来是零 那就表示说偶极矩 在均匀的电厂中 它受力 在受电厂的力等于零 合力等于零 那这就表示说 这个分子 它处于所谓的移动平衡状态 移动平衡状态就是 它的直心运动状况不会改变 原来如果是静止在这里 它就静止在这里 原来如果它是以等速直线运动 等速运动 它以后就做等速直线运动 那这个是移动平衡状态 那么我们再看它 这个力 你看这个 一个朝这边 一个朝这边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这是一对力偶 那一个物体受力偶的力 那这个物体会受到力矩 那我们就算一算看 它的力矩 如果我们以这个作为参考点 那它的力矩就是R positive Cross F positive 再加上R negative 这个长度就是这个 Cross F negative 好 然后我们把 因为这个R positive R negative是这个距离的一半 而这个距离呢 是D啊 所以它就是二分之低 大小是二分之低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那我们会发现 这负负得症两个 就是两倍了 就变成QD Vector Cross E 那Q乘D呢 就是这个电偶极的偶极矩 这就是电偶极的偶极矩 将这个带到这里来 那我们就发现 那么一个 一个偶极 电偶极 在均匀电场中 它会受一个力矩 这个力矩就是 Diple Moment Cross E 所以它受的合力是零 时心是移动平衡 但是因为它的力矩不是零 所以这个电偶极会在电场中 我们看这个方向 它会受力矩的作用 它会旋转 一直旋转到电偶极 电偶极矩 这个方向 跟外加电场的方向一致 那么它就会静止在那里 现在我们把一个极性分子 放在不均匀的电场里面 刚刚是均匀的电场 现在放在不均匀的电场里面 那就是说 你正电荷所在的位置 它的电场是E Positive Negative电荷所在的位置 它的电场是这个 那么它所受的力 就是这个 还是这两个力 QE Plus加上-QE Minus 可是这两个不相等 就是说不是均匀的 不相等 那么它们会有一个差值 这个差值就是Delta E向量 所以它的力不再等于0 它是等于Q乘上Delta E 好 那现在我们假设 电偶极正负两个电荷之间的距离 第一很短 我们刚刚画得很大 对不对 假设这个距离很短 很小 我们就有以前我们在学 T度的时候这个式子 这个是存量F的增量 是等于F的T度DL DL就是 它的位置改变一个 改变的量 位置改变的量 那我们现在就把EX带到这里头去 电场的X分量 如果如果这个F是电场的X分量 那么根据这个式子 它会有这个结果 当然这个是DF 这个我们用Delta EX 因为都很小了 我们假设它很小很小 是这个样子 那么当这个Approach 0的时候 就是DEX EY 就是你把EY Delta EY EY带到这里头去 就有这个关系 EZ带进来 我们就说 Delta E 这是一个向量 它的三个分量 假定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Delta EX 带到这里来 Delta EY带到这里下 Delta EZ带到这里下 带进来以后 那我们再整理 因为这两个是DOT DOT Product 这两项的先后顺序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把D搬到前面来 这一项的搬到后面去 这个也是一样 D搬到前面来 这个搬到后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 把D 大家都有嘛 都是DOT Del这个Approach 提出来 X就乘在EX上面 Y乘到EY旁边 Z Positive Z Univector 乘到EZ旁边去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E 电场的Vector 所以Delta E它是等于跟电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在不均匀的电场会有这种关系 好 那现在我们 这是我们上次 F 2等于Q 因为它的相差是这么多 Q Delta E 现在Delta E 我们就用刚刚那个式子带进去 那Q乘上D就是P了 Q乘上D就是P了 所以这个是 这三项加起来呢 那我们可以把X项 X项这里 这两个项上DOT 那就是它的X分量 乘上Gradient EX的X分量 再加上PY 乘上这个的Y分量 这个写错了 这是EY了 这是EY了 这个 这也是EY 这是EZ了 因为当初是把它贴过来 这个没有改过来 这个就改过来了 再加上Y 我看看 这都是EX没错 都没错 X乘上这个没错 Y 这个是 它的三个分量 没错 没错 这个是 EZ的三个分量 所以这一项 这三项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样子以后呢 那我们 我们就看到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EX 这个 EX提出来 那它就作用在EX 这个我们把 EY 乘上Y 提出来 乘上Y positive 乘上Y univector 然后把这个 EZ提出来 乘上Z univector 于是 这个 这三项 就变成了这一项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等于 这两个向量的内积 等于 dive moment的向量 跟dive operator的向量 就变成这个 所以F呢 F 就是说 在不均匀电创里面 一个电偶级 它受的力 是这么大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面 证明出来的 假如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偶级 它现在放在一个电厂里面 不均匀 这个E plus 跟E minus 不一样大 而这个d呢 我们画的这么大 其实很小 很小 好 那么我们 这样 刚开始说 在这个之前 是说 电偶级在均匀电厂里面 它不受力 这个不动 这个不动 这个就是它的运动状况不改变 不是不动 运动状况不改变 原来禁止它就保持禁止 而这个 这一队呢 在均匀电厂里面 会受一个力举 使它朝这个方向 做一个运动改变 那现在我们在不均匀的电厂里面 它受的力是这个 它会受力 同时也会受力举 它的力举 如果以P点作为参考点的话 那么 它就是 原来在这里 它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P cross E 这个talk 那现在 又另外 又有一个talk 就是相对于它来说 因为这个会受力 会受力 所以 对它来说 又有R Cross F 这个力存在 这个力举存在 OK 这一项是极星分子 在电厂中 相对执行的力举 那我们知道 极星分子 它就是会转动了 它在均匀电厂里面 只有这一项 但是在不均匀电厂 如果这是不均匀的话 它又多了一项 是这个分子 这一项 OK 我们这里 讨论的是 个别的原子 或者分子 它在电厂中的 效应 这个效应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外加电厂的话 这个原子 或者是分子 它会被击化 它击化 其化就是 如果它原来是 非极星的话 它正负电会被拉开 如果原来是极星的话 极星的话呢 那它会顺着这个 受力举 让它的电厂级 跟外加电厂 电厂级会旋转 跟到外加电厂 一样的一个方向 那这就是它的效应 原子跟分子 在电厂中的效应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 那么在 一块戒电值 它在电厂中 它真正的效应 我们这只是 刚刚说 它或者正负电被拉开 或者是说 它原来是极星 就会旋转一下 那现在我们仔细看一下 如果戒电值 是由中性原则所构成 就像我们最开始讲的 那个立体一 它负电跟正电 就开始有一个 被拉开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 它就变成一个偶极 这个偶极局呢 它就是偶极局 它偶极局的方向 就是顺着电厂的方向 所以这个原子 感应成微小的电偶极局 然后它以电厂的方向排列 如果这个借电值 是由极星分子产生 本来就是一个偶极 每一个永久电偶极 就是每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永久电偶极 受到立局的作用呢 它会旋转 让它的电偶极 朝向电厂的方向 于是这些电偶极 就会以电厂的方向排列 但是不是全部 有一部分排列整齐 其他是凌乱的 那你电厂越强 排列整齐的这个电偶极的个数 单位体积的个数就越多 以上这两种机制 基本上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就是说使得这个会产生电偶极 向电厂的方向排列 有一部分是排列整齐 都会有这个结果 就是物质内的许多小小的电偶极 会朝向电厂的方向排列整齐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称为这一块界电值 它被极化了 Polarized 被极化了 OK 好 那么我们刚刚说 它排列整齐不是全部 它是一部分 你电厂越强 它排列整齐的这个 单位体积的个数就越多 于是我们就有一个现象 就是电界值被极化的程度是怎么样 这个电界值被极化的程度 这个程度表示程度的这个量 我们就是称它为Polarization 用它的第一个字母P 这个大写的 我们的偶极举是用小写的P 表示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Polarization就是每单位体积 里面 所具有的排列整齐的电偶极 不是所有电偶极 有的很凌乱的不算 就是排列整齐的电偶极 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N就是代表单位体积的个数 有多少个电偶极 每一个电偶极的偶极矩 是P的话 那么Polarization就是N乘上P 就是单位体积所具有的电偶极矩 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个这种方式表示 就是说这一块电偶极 它总共的total diple moment是多大 总的电偶极矩是多大 然后被这个 这个是体积 被这个物体的总体积来除 那么这是它的定义 这是我们讲的 N就是这个 我刚刚讲过了 P也讲过了 C也讲过了 总体积 OK 被极化的界电值 还有排列整齐的电偶极 这些电偶极矩 就会在空间产生静电场 本来很凌乱的话 或者说本来就是中性 没有外加电场 它外面不会有电场 这个物质的外面不会有电场 如果你本来是 永久电偶极 每一个都是永久电偶极 但是每一个原子排列的 这个电偶极的方向很凌乱 哪一个方向都有 那它在外面产生了电场 每个电偶极都会产生电场 什么方向都可能有 所以总电场就是零了 因为它非常凌乱的缘故